嗨各位,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怎么下载 怎么装小米12S Ultra的欧版 跟国际版差不多的东西 这个Ultra国外就没有卖 所以就比较难找 所以我们要去这个网站 叫MeFrame Downloading Xiaomi Framework 那么就进去就行了 这可能在国外 所以速度有点慢 这网站在国外 然后我们就搜索我们的手机型 我只搜索12S 然后U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加U的话 就会出来一些别的 我们只要找这个Ultra就可以了 你要记住啊 这个我们是有个代号的 叫做Codename 叫做Four 是不是很牛逼啊 好,那么下面 下面就是国行吧 所以小米这个问题就很明显 就是你国行版就会大很多 对吧 你欧洲版你看 可以看到 就是安装包就是少两个G啊 对不对啊 所以国行版就比较臃肿 而且呢 它有很大的那个系统数据问题 就是系统数据会很变态 会很大 我上次就是刷了国行版的 米U13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系统数据有七八十G 然后就加上那个系统 就差不多有100个G了 所以如果你买128G版本的 你只有28G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小米就是有问题啊 那么这是国行版 这是线刷稳定版 这是线刷开发版 这应该是卡刷的 那我们反正就线刷 就比较方便嘛 对吧 只要把手机解锁之后 关机 然后按音量下和电源键 进入Fastboot 对吧 然后就可以 点上电脑就可以刷了 对吧 这就比较方便 那Global肯定是没有 Global没有 没有Global 我们就去这个欧洲 EU嘛 欧洲版 然后我们这里选择就不是很多 那反正这个就是我之前转过的 是欧洲版的 米U13 080这个 后来发现也有那个 那个系统数据爆炸的问题 所以就很坑 然后我就 我就刷了这个 米U14那个 米U14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欧洲版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我我我推荐大家 就直接下这个就行 你看他这边下载数也是最高的 除了这个这个更高 这个混合版 我猜是可以用线刷和那个 和卡刷两个都可以啊 这是稳定版 这是开发版 对吧 那我们反正就选稳定版 平时用对吧 我就下载这个 然后我去点一下 等一下 OK 然后这应该是不同的网盘提供上 我反正就点下载就可以了 我然后就去到了这个网盘的 Source Forger 这里 然后我就点小米U 然后我点 这上面是每周更新 下面是稳定版 然后就去稳定版 然后我只能点小米14 因为13就是那个 我之前装过就是 就是那个装了以后 机身数据还是爆炸 然后这里我按Ctrl-F Ctrl-JRF的嘛 然后我就说THOR 对吧 这个就是给小米12S Ultra装的代号 就是叫做Codename 对吧 就是For 别的就不是给你 别的是给别的系统的 你就点它就会下载了 那我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我就不用 这样 那我就 我就去给你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MeFresh 这个我们就不用用 这个 MeFresh是不需要的 这个欧版是不需要 用MeFresh进行先刷的 Unlock 那你小米手机 应该是解锁对吧 你不知道解锁 你摆度一下 这就很简单 然后我之前呢 之前也刷过这个 这个就不行 MU14就很垃圾 国号 MU14国号就很垃圾 然后那我们就刷这个 这个是小米EU 就是MU14的欧版 只能刷这个 因为没什么好的选择 这里面 那么你进来以后呢 你就有这两个运行文件 那你Windows First Boot First Installed Data Format Fast Boot Update 那这是用于更新嘛 那这是用于安装的 你只要把小米手机解锁之后 关机 然后按电源下键和电源键 按音量下键和电源键 然后到Fast Boot 然后线连到电脑 然后你直接双击这个 然后里面就会问你 你刷不刷啊 对吧 然后就选yes 就刷 选why 然后你就不用管了 它就会直接给你刷到 那个欧洲版MU14 这就搞定了 就非常容易 好 那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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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